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28日的港独新闻 我是潘文玉 新闻首先带您快速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 老师不仅要照顾学生的校园生活 还要兼顾防疫和教学品质 市议员李雅慧希望相关单位 静置完善的教师辅导系统 照顾老师的身心健康 台湾渔业发达 大量的渔业移工需求 所衍生出的劳权问题 也引发国际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关切 民间业者举办座谈会 邀请产官学及公民团体 一同集思广益 解决于工劳权问题 讯息满天飞如何辨别真假 中家宽平七年港多 特别前往南子区 为惠民里的长辈开设一堂媒体试读课程 教导长辈在接受讯息时 要多加查证 尤其是来源不明的讯息 千万不要随意转发 学校的老师不仅要照顾学生的校园生活 还要兼顾防疫以及教学品质 相当的不容易 高熟市议员李亚慧就希望相关单位 能够建制完善的教师辅导系统 来照顾老师的身心健康 此外针对体育场馆的活化与建制 李亚慧也希望能够打造更完善的环境 朋友来使用 在疫情之下 为了让教育不停歇 学校老师不管在线上课程 亦或是校园配合防疫上 都相当的辛苦用心 对此高熟市议员李亚慧 就希望市府三官单位 能够体谅老师建制完善的辅导系统 同时照顾老师的身心健康 其实老师平常他的那个挚爱生涯 其实是二三十年以上 那其实面临的各种的各方的压力 不管是学校或者是说家长 或者是学生每一个脾气不同 所以说都会面临 平常都会面临很多的这个精神上的压力 那遇到这种状况 其实我们也有看过 其实相关报导就是老师有资产的现象 还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憾事出来 所以说我认为说这个老师的心理相关辅导的这个平台 是必须要建制的 所以那既然中央的部分是有支持 那我当然是希望说我们高熟市也能够尽快加快脚步来进行这件事 此外针对风雨球场以及相关的体育场馆活化 李亚慧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加紧建制完善 打造安全的体育环境让民众来使用 这个球场也很新颖 其实慢慢的在无形当中也是给他们一些环保的相关的一个观念 但是最重要的是说他晚上还可以打球 这对于喜欢打球的民众或者是青少年来讲真的是一大福音 对至于这个篮球场 其实是很多青少年朋友 他们最喜欢平常不管是下课或者是说平常假日 就上午好有约的就去打球 一打就是一整天 那不管是冬天或者是夏天 那夏雨天 其实他们对篮球的热爱 我们都在平常可以观察的出来 那对于他们来讲 太阳是一个考验 夏雨天又是个考验 那我认为说有一个天花板 让他们有一个舒适的打球空间是必要的 在教育部门咨询中 李亚慧议员针对学童安全也提出了许多建言 他也进一步表示 希望透过各方的努力 让教育环境能够更完善且友善 让师生都能够更加安心的学习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为了提供运动选手更加完善的照顾与培育 高雄市议员范志钦在议会教育部门质询时 希望相关单位多加重视体育资源配置 并且考虑增加津贴来照顾选手 让城市的运动发展更加有利 台湾的原住民朋友在体育竞赛上 往往都是常胜军 而体坛上也有许多优秀的选手表现亮眼 高雄市议员范志钦在教育部门质询时 希望市府三官单位多加重视人民体育发展 建制完善资源培育及照顾选手 体育运动对原住民来讲是一个非常强项 他们是非常乐于各项的竞赛活动 所以我的建议是说除了要善用我们现在原住民热爱运动 这样的一个机会之外 应该也要给他提供各项优厚的奖励跟辅导措施 尤其是对运动伤害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认为说除了要颁发奖金鼓励跟就业之外 也要照顾这些曾经想要努力 或者是已经奉献在运动场上的这些运动选手 原住民能够给他们一个善后那样的一个方向 而范志钦也进一步提到除了体育选手 培育教育以及增加津贴以外 这些选手受伤的照顾以及医疗服务 也希望能够再加强 我认为说运动发展局除了要广设各种的奖励措施 培养训练之外 应该也要留一部分的这样一个关怀的方式 来照顾这个运动伤害者 不论是原住民或者是更多的我们汉民族的选手 这样子的话才能够真正的落实 照顾需要被关心这一群的热爱运动者 近期市府积极推动体育发展 范志钦表示乐见如此 也希望能够对于原民朋友 有更多完善的资源与服务 共同为城市的体育来努力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高雄轻轨二阶日前进行现场实地勘察测试 旋在C18古山站来进行随机商人事件模拟 场面不但超逼真 相关单位更是迅速到场排除事故 而成功的演练也让勘察委员 对于轻轨成员更加有信心 警方推奔到车厢外迅速致富待徒 这是高雄轻轨在C18古山站 举办的随机商人事件模拟 相关单位联系通报 展现高度的机动性 场面十分逼真 轻轨的防灾能力 也受到勘察委员会的肯定 那初刊的目的就是要知道它所有工程 土建 机电跟营运有没有什么样的需要先行改善 另外就是它的紧急应变的措施 那我们今天紧急应变措施 因为考虑到这个这段路非常特别是跟台铁有一个转秤 所以可能旅客量会比较多 状况会比较多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举办这个所谓随机商人事件的这样一个演练 然后看看这样整个反应机制怎么样 那以目前这样看起来是 他们事先的准备也不错 然后跟台铁也有一个互动 然后可以比较顺利的完成 所以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演练 历经了一整天的文件检视与实地也练勘察 委员会有条件同意初刊合格 列出部分改善事项必须在10月底以前完成 包含车站新增警示标志 增设转程知音等 相信这些项目铁运工程局与高杰公司都能在短期内完成 轻轨有一种说法叫流动性的地标 所以这一次的国庆咽喉也有人在轻轨上欣赏咽喉 所以大家慢慢发现 轻轨走在路上跟捷运走在地下是有很大不一样 所以我们也恭喜高雄 就是不断的在轻轨上面推动 也带动了台湾轻轨的发展 也成功的创造了高雄的流动地标 所以今天这个离开出汉过程 因为捷运局跟捷运公司也都有相当的经验 已经好几次了 所以感觉要特别顺利 几乎没有什么缺点可以说 交通局表示完成初刊后 将要求捷运局与高捷公司 尽速针对相关缺失立即进行改善 顺利的演练与勘察 让轻轨成员的脚步再次往前迈进 期盼能尽快带给市民更便捷快速的运输服务 记者邱建勋高雄报道 台湾渔业发展成熟 然而大量的移工需求也衍生出了劳权问题 因此就由民间业者举办了座谈会 邀请产官学以及公民团体 一同集思广益来探讨渔工的劳权问题 台湾四面环海渔业发展早已成为国际经济强项 然而大量的渔业移工需求所衍生出的劳权问题 也让台湾备受国际媒体及非政府组织关切 现在就有民间业者连续举办四场渔业社会责任座谈会 一起探讨目前台湾远洋渔业面临的劳权争议 而会中也邀请产官学以及公民团体一同集思广益 帮助解决渔工的劳权问题 国际媒体 政府单位 产业都对这渔权的问题 劳工的议题特别的重视 那风群为了这样的因应这个工作 特别成立的工作小组 也在八月的时候我们成立了四个座谈会 那今天的第五场座谈会就是针对劳工的议题 让仲介 让与会者都能够了解到风群在推广的 政府在推广 展业在需要的 希望他们能够都做好他们的本分 而且我们更希望的是透过他们对这个的了解 能够更延伸的往印尼方面 往菲律宾方面的仲介 应该怎么样让这些整个系统做好 让我们的渔业能够永续 让我们的劳工 渔权 人权跟我们的渔权 跟我们的渔业都能够紧密的挂钩 而且真正做到一个我们永续的一个发展 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处 行政院农委会渔业署 以及民间的公民团体都派员参加 显示出对于渔业人权的重视 而这政府方面除了肯定民间业者 主动解决的精神 也强调会一同协助共同努力 我们政府在行政院的指导之下 已经跨部会的在研理 这个渔业与人权计划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有大概七大的步骤 有要来做这样的一个改善 企业自己来举办这样的一个 这个座谈会 我们也非常乐意的 就双方甚至三方 这样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场合 能够获得一个台湾 一个最佳的一个这个使用的方案 座谈会除了探讨产业结构相关问题之外 业者也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帮助产业链增进专业能力 以及了解身为人力供应链的重要性 尽力协助整体渔业人权的改善 一起扭转台湾远洋渔业 在国际社会的负面形象 记者张世民高雄报导 南子区蓝田社区关怀站 在疫情趋缓之后终于又复刻了 长辈们又回到了关怀站来活动 透过带动健康操 让阿公阿嬷的手脚都变得更加灵活 长辈们跟着老师动动手 斑斑手指头增强手指的抓力 再把手向上向外伸展 拉动上半身的每条筋 接下来是增强脚的支撑力 长辈连续蹲下站起来都没有问题 坐着把脚筋拉开 让双脚更加灵活 爬上爬下都可以 晾衣服啊 开热水炉啊都在四楼 所以我都要爬 其实动的越多身体越健康 以前是比较紧啊 来这边坐的话就比较松了 坐下去的话身体会很健康 手脚是身体最常运动的部分 每次上课前 老师都会带领长辈动动手脚 有时也会配合歌曲带动唱 跟着节奏拍打身体每个部位 让气血循环更加顺畅 那所以我们就做一些松筋的一些动作 我们有上肌力的伸展啊 有腰的伸展啊 然后还有我们也做到平衡感 我们这些都是防止老年人 比较容易摔倒的预防动作 那事实上我们的动作的节拍并不多 我们只是做到一个也是在 让他有兴趣再来 然后也有运动到 因为疫情的关系关怀站停课一段时间 如今终于复课 看到长辈几乎全员到齐 还增加许多新的伙伴 里长很感谢志工协助 也鼓励长辈来关怀站参加活动 认识新朋友 我们欢迎你 有call他们来啦 做一些准备工作啦 上课要上什么 都是志工 自己 邀志工来这边先复习 这两个课到课率很好 因为都是保持有20个人以上的长者 都会这样 有时间的话来这边就不错啦 很好啦 蓝天社区关怀站就设在里长办公室 前面有宽广的场地 在里长和志工们用心规划之下 每周四关怀站都安排许多动静态的课程 让长辈快乐过一天 蓝天乐国学团站 记者赖长帮高雄报导 全形障碍的孩子经过老师的引导之下 一样可以完成一幅水彩画作 在南籍区翠平社区的乐活补给站 美术老师用心地教孩子们拿画笔调色 再加以完成画作 一同体验艺术的美好 要完成这幅铜钱草倒映水面的水彩画 一般人都觉得有点难了 更何况要教身心障碍的孩子 但林老师就是有办法 用黄色和绿色简单的调色 再用海绵按出水面的倒影 色质剪出圆形 贴成水面上的铜钱草 一幅水彩画就完成了 在用我收集了各种的圆形 有硬币 有硬币50块的啦 10块的可以做圆形的东西 就可以把它当成是铜钱草的叶子 来画圆 那画完圆之后要剪个半镜 半镜那个地方要把它连贴 它才会有一个立体的感觉 对 然后画上了铜钱草贴上去 我们的作品就完成了 又要画又要剪又要贴 对不同程度和帐篇的身心障碍 孩子来说还是有点难度 不过老师和志工都很细心的 带领大家学习 做好每个步骤 慢慢的大家都把圆 剪得越来越圆 贴的也越来越有层次感 剪刀要拿起来剪的时候 有时候帮到剪刀去 对他们的小肌肉来说 其实是有一些的功能是没有那么好 那么OK的 对 然后还要再剪 还要沿着线来剪 其实是还蛮困难的 因为疫情的关系 乐活补给站暂停了之后又恢复上课 一天的生活作息 孩子们虽然有点生疏 但还是很快的熟悉起来 一起学习各种课程 让生活更多彩多姿 他吃完饭要做什么 比如说要洗碗 洗碗碗要怎么擦 用几张卫生纸 他都固定了 但是修了两三个月 忘记了 还要重新在一段时间去训练 那现在都已经渐渐恢复上轨道了 不同的色彩让他们去感受到 其实颜色不是只有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 我们还有可以发展 发想不一样的东西 社区乐活补给站服务的都是身心障碍者 藉由美术创作客 可以学习到色彩形状和精细动作的执行 完成一幅水彩画 大家都觉得很有成就感 最平的活摘 资讯时代 盛行满天飞 该如何辨别真假 是网络世代的新课题 庄家宽平清廉港督 为了善尽媒体责任 特别前往南子区惠明里 开设了一堂媒体式读客 交到长辈在接收讯息时 要加以查证 有情势来源不明的讯息 千万可不要随意转传 会迷离的活动中心内 长辈们都专心的听讲 讲师正在台上讲解什么是假讯息 人手一击的时代 不只要确认消息来源 也要仔细阅读 不随意相信夸达内容 也可以多加查证 请教专家 就不会轻易受骗 现在每人几乎一人一个手机 那有些长辈啊 他们还是不是很懂 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啊 教导他们分辨说啊 这个讯息是好的不好的 我觉得很重要 手机 网络 甚至是电视上的讯息 都有真有假 长辈们认真上课 把分辨假讯息的八大心法 都记下来 之后收到讯息时 都会停看听 加以查证 不随意乱转发 我认真听耶 我还要写这个笔记耶 修一下修一下 要去看来源啊 看日记啊 内文啊 有没有浮夸啊 这是谁的作者 有没有偏见啊 要去看他佐证 证券 有没有证券 没有的话再请教专家 我都有笔记啊 另外 讲师更与长辈 分享手机拍摄的诀窍 教导如何使用手机 拍出好看的照片与影片 再透过后制 加上音乐与字幕 剪辑成一段影片 增加生活的乐趣 这期都是小孩子 在帮我们照相啊 小朋友帮我们照相 也会解释说 这个要怎么用 怎么用 就会稍微 今天听这个课 有些重视很多知识啦 我们很开心啊 今天可以上这个课 你说如何让长辈手上的手机 拿起来拍照 可以把自己拍得更美 把环境也拍得很美 拍到自己看得都会很开心的 这是真的很棒的一堂课 假讯息会误导视听 扰乱社会 而心里相信和随意转发 更会助长假讯息的散播 与破坏力 中家宽平青年港都深入社区 增强长辈的媒体试读力 遏止假讯息传播 记者邱建勋 高雄报导 第47届 曾絮白先生新闻奖 10月27号举办了颁奖典礼 今年中家集团 攜手曾絮白先生新闻奖基金会 增设了媒体素养奖 鼓励新闻从业人员 报导媒体素养的相关议题 素有台湾新闻界普利兹奖美誉的 曾絮白先生新闻奖 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新闻奖项 除了公共服务奖之外 近年来 攜手企业 设立多项新闻奖项 110年 更在中家集团赞助下 新增媒体素养奖 鼓励大众媒体 直播媒体素养教育相关内容 曾絮白先生 他最重要的就是重视公共服务 所以我们这些合作的伙伴 他们都是在社会上 也都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 今年非常荣幸又中家加入我们 又创办了一个媒体素养奖 让大众能够进一步了解媒体 所以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的广路跟深度都不断地在增加 科技越来越发达 那这些假资讯 藉由社区媒体的传播的速度 越来越快 那所以我们觉得 深切觉得说 国内民众能够正确地试读 这些资讯的真伪 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议题 那中家作为国内最大的 这个有线电视的经营者 我们是希望借由这个过程 能够抛砖引玉 唤起更多人 尤其是媒体同业的一个重视 那对于媒体素养这个题目 有更多的关注 以及后续更多的报道 本届媒体素养奖 总共有34件作品参赛 5件作品入围 竞争激烈 最后由亲子天下数位专辑 认识网络二郎 破解网络儿哨性剥削陷阱 以及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查核工具箱 两组参赛者获奖 那我想这个奖项呢 有很特别的意义 那这个就是主要是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系列 跟读者 把这个数位试读的能力 带还给读者 那让每一个乐听人 都有这个媒体试读的能力 那媒体试读 已经成为一个数位公民 基本的素养 本届曾旭白先生新闻奖 总共有439件作品参赛 较去年增加了110件 而多元的奖项 不仅让新闻内容议题更加丰富 也鼓励新闻从业人员 制作更具广度与深度的新闻内容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 今年与电信公司合作 对寿山与半平山的主要登山步道 以及休憩据点 实施行动电话讯号测试 并且在园区指标地图 里程等明显处 画上了标示牌 提供给需要联络的山友们 更友善的空间 寿山与半平山地区 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 是民众喜爱的登山景点 但是复杂的地形与天气 时常会影响到手机的收讯品质 对此自管处与电信公司合作 在园区内测试可通讯点 与设置告示牌 让民众能享有更便利 更安全的游气环境 我们本处考量到 为了使游客的使用更加的方便 所以就与这个电信公司合作 那采用这个现场测试的方式 每一个点至少三通里面 一定要能很顺利的拨进一通 这样的地点才算合格 那总共建立了56处的 这个标志的地点 它是属于比较可以 优良通讯的地点 那游客在这些地方 都可以很顺利的 跟外界取得适当的联络 另外自管处也提醒民众 有些区域地形变化比较大 经过时手机收讯可能受到 地形的阻隔而中断 天气不佳也会影响讯号品质 万一遇到紧急情况需要联络时 就可以回想途中经过的通讯点 再先往该处进行联系 那假设你不幸是因为迷途的关系的话 那我们有建议你两种处理的方式 第一种是普遍你手机打开定位系统 那这个时候在这个图上 把你显示你自己位置那个点 放到最大 然后按住5秒 那它就会显示出你现在的这个坐标位置 那你就可以很快赶快拨打119 或者是110电话 寻求这个相关人员的协助 而若是119与110都打不通 也可以尝试拨打112 直接联系消防单位 自管署也呼吁 民众在出游前可以下载离线地图 若有紧急状况 可以提供更清楚的资讯 缩短救援时间 行签多一份准备 快乐出游就多一份保障 记者邱建勋高雄报道 中价宽平清联港督 宇爱同行公益电影院 推出年底院线强片 天兵阿荣以及支柱人吴嘉日 截止其开放报名 收视户任选一部 每张票只要50元同盘价 名额有限而满为止 报名费所得将全数捐助 社团法人中华安德烈慈善协会 详情请至清联港督官网查询 接下来提供给您最新的生活讯息 收集filled下来提供 宇打短救协会 核首马里塢 5刚费 know 植物 核首马里塢 海水 第21局 以国家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督新聞,感謝您的收看,我是潘文玉,祝您平安順心,我們下次見! 今次的港督新聞,我們下次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不是外国